大家好,我是青木 现在是杨丽的五月份 一般五月以及杨丽的六月初 这段时间是普通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货法师 它的颜值最高的时候 这一颗是黑法师 黑法师现在的状态还蛮好 当然还不到那种黑发红的状态 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这边这颗稍微还红一些 过来这边的角落 这里光照没那么好 颜色会差一点 这一颗是灰法师 灰法师由黑法师变异 它和黑法师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颜色有点不同 到了这一个季节 各类普通类法师颜色陆续都出来了 这一颗也是黑法师 这边的颜色稍微差一些 但这么看上去也非常好看 非常油亮 角落的这一颗是墨法师 墨法师就更亮了 颜色特别黑 灰法师 黑法师 墨法师 它们都特别好痒 这边这颗绿法师也是 刚才的那三种都是由绿法师变异出来的 绿法师这种就更好痒了 和刚才那些都差不多吧 生命力比较顽强 其他颜色看多了 看看绿法师也挺好看 上面这颗也是绿色的 这颗叫做八尺镜 它的叶片更厚一些 而且叶形也更紧凑 比较扁 也是特别好痒的一个老品种了 上面的比较黑 这款是黑铜壶 黑铜壶没有墨法师那么黑 黑铜壶有点黑 中间发那种猪肝红 右边这个头有点坠下来 我用那个小铅子给它支撑着 黑铜壶相对前面的没有那么好度下 这一颗是圆叶法师 圆叶法师也是由绿法师这些编译出来的 它的叶形更圆一些 也叫做圆叶黑法师 这边这一颗是大叶带罐曲 是一个非常老的品种 这个绿色系周围一圈有点红边 中间又有点泛黄 也蛮好看 左边的这颗是韶秋法师 这个品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它编译了很多 女巫法师就是它编译的 还有雅典娜那些 它也是特别好痒 特别皮实的 就是味比较大 有点臭 下边的这一个是绿法师编译的一种拉丝颈 它的名称就叫拉丝颈 也可以叫它绿法师拉丝颈 绿法师的拉丝颈 还有一款叫做微颈 它也是一种拉丝颈 这个长得老大了 颜色又比较深 在左边这颗是原液灰法师 就像刚才的灰法师一样 黑法师变成灰法师 原液法师变成原液灰法师 都是这些编译出来的延伸的品种 还有这边这颗也是勺修 这一颗的颜色更发红一些 它是以前退颈的 以前是金石菊 也就是勺修编译的品种 后面退成这个样子 这些没有编译的法师 现在养的人还比较少 因为法师颈太流行了 很多人养的还是法师颈比较偏多 这边这颗也是墨法师 墨法师老亮了 非常油亮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墨法师这一款 它比黑法师那些要好看 比那些要容易出状态 黑法师也挺好看 但只是某个时间段 没有墨法师看的时间那么长 这一颗头特别多的星爆法师 它是一种法师颈 感觉和普通类的法师 看上去差别不是太大 上面的这一颗是绿羊绒 绿羊绒包裹起来也蛮好看的 状态好的时候有点放金黄色 可能平日里看法师颈看的比较多 突然看一些常见的这种普通法师 以前很常见 现在好像也不见得常见了 看的就更耐看一些 这种万圣节也是 它就更包裹了 中间还有一条带 那个应该叫什么黑拉丝吧 也不叫暗纹 左下角的这一颗是微井 微井它是拉丝井的基础上 再变异的一款 它的叶片更圆一些 周围一圈的拉丝 比常见的拉丝井 好像更明显一些 长得也差不多 下边的这一颗是荷兰原叶 也叫做荷兰玫瑰 这也是蛮热门的一款普通法师 这一个季节 这种普通类的法师上色非常快 稍微有几个太阳的天气 咱们适当的给它控水 它的颜色很快就出来了 最后拍的这一盆叫做黑暗萝莉 它也是一种黑色系的 叶形比较圆 还有挺多 这个视频暂时先拍到这吧